雍正还是太嫩了 为了充实国库 他决定继续追缴各地官员的国库欠款 本以为会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目标史 山西巡抚居然仅仅用了半年时间 就追回了十几年的欠款 为了给全国的官员数个典型 直接赐一块天下第一巡抚的家匾 他又怎么能想到这一切都是一个骗局 这块匾朝廷立刻派人送往山西 并将此事鸣发各省 河南巡抚田文静路过山西立马就发现了不对 他居然发现在各个路卡都有官员设卡收费 占据的还都是必经要道 随便找了个老乡打听 才知道这里的官员打着追缴国库欠款的名义 已经让山西的百姓名不聊生 过桥要交钱 小梅瑶要交钱 听说连婊子杰克也要交钱 明明已经交齐了欠款 山西为何还要这么做 田文静很清楚其中必有隐情 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和下人乖乖交钱进场 他要亲眼看看这里的情况 确认老乡说的话基本属实后 田文静立马一本奏折送到了京城 本来信心满满的雍正 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上如此大的当 红真 你说山西的事 朕是不是太兴急了点啊 昨天他才公开表彰诺敏为天下第一巡抚 今天就发现此人很可能是个大贪官 雍正简直要气死 直接下令田文静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早已掌握详细情况的田文静 本想的事情会十分顺利 直接叫来诺敏和山西所有官员 共同审理杨泉县私收过路费一事 没想到对方居然回答的滴水不漏 口口声声都是为了归还国库欠款 你们杨泉县的亏空不是已经还清了吗 那是太原县三十变付的 我们还得还给太原 小小一个太原 自己便还了二十万还帮杨泉还了十几万 田文静怎么想都有问题 直接叫来太原县令问个明白 却被太原县令略有余钱四个字打了 田文静还想问问既然有钱为何之前不还 太原县令依旧振振有词 之前不还是因为朝廷不追 天下有太多的县欠朝廷的钱 要是只有他们还了很容易会成为众矢之地 一边解释还不忘拍诺明的马屁 自从我们诺大人上任以来 雷厉风行执行皇上的旨意 本县奉命还款 然而这看似毫无漏洞的话 却更让田文静感觉不对 找不到证据才更能说明诺明 做的事情有多大 致使山西二百多名官员同流合污 当即就要亲自查查山西的服务账策 一直没有说话的诺明 第一次忍不住开了口 田大人 这怕是月全了吧 哦 诺大人 听你这么一说 本官还真不得不要查查 你们山西的官库 不管诺明的讥论 不在乎朝廷流程 田文静直接带人来到山西服务 却被守门的官员来了个下马威 用大清最高规格的开库仪式接待 每一个环节都滴水不漏 整整表演了十分钟才结束 田文静刚要带人进去 却又被拦住 朝廷有志 反若方苦者 一律得换衣服 大清为官 官服就是官员的脸面 脱衣服就犹如打脸一般 田文静为官多年还没受过此等待遇 可为了查清楚真相 只能脱掉官服 患上犹如囚犯般的制服走进了服务 本以为会很容易就能查出问题 没想到 一行六个人将账本调过来调过去 就是查不出一丁点问题 天大人 你看要不要再清查一遍 此时的诺明却好似早就知道这个结果 一边写了一封奏本状告田文静诬陷忠良 口口声声都是两个字冤枉 一边召集全体官员声称 要和田文静鱼死网破 消息传到了京城 就连雍正也以为误会了诺明 可这种事要是不处罚诺明 就要处罚田文静 对于这个忠心耿耿的奴才 雍正心里还是要更加信任 再次下令土里称连夜前往山西 配合田文静查的水落石出 他们能查清吗 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